San Barbo,男子干天化日于街上被用枪搶劫 San Barbo警局宣布,周三有两名疑犯因涉嫌在一间珠宝店外 搶劫一只价值4.5万美元的努力士手标而被捕 据监控视频显示,其中一名疑犯用枪威胁男子并抢走手标 疑犯分别是19岁的Valejo居民Timothy Harvey 26岁的三藩市居民Christopher Samarone 两名疑犯现已被关进Contra Costa监狱 被搶的手标亦已归还给受害人 事件发生在3月3日下午4点19分 地点位于San Barbo-Danmo 2415号 一个购物中心内的珠宝店外 其中一个疑犯San Marone 他当时和受害人一起在珠宝店内 并留意到受害人戴着昂贵的努力士手标 于是联系了同党Harvey 并策划了这次的抢劫 视频中显示 疑犯Harvey走近受害人 用枪指着他的头 然后受害人脱下他的手标并交出 据称Harvey在行动前 是和第三名疑犯一起开车前往该地点 两名疑犯在警方赶到之前已逃离现场 San Barbo警局表示 警方利用监控录像确认了疑犯的身份 于周三上午对疑犯发出了搜查令 Harvey在其位于Valejo的家中被捕 而他攜帶的手枪被认为又在这次抢劫中使用 San Maron即在三藩市China Basin Street被捕 当时他还戴着受害人的手标 身上持有另一把手枪 警方目前仍在寻找这次劫案的第三名疑犯 任何知情者请撥打SPPD电话 510-215-3150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导